2019年全国两会举行了四场部长通道 34位国务院各部委及两高负责人 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外媒体采访 那么部长好声音都有哪些 一起来看 近十年来最好的水平 在提升服务品质民航正常力的同时 我们也在不断地注重改进我们的服务品质 也可以用数据来讲 比方说我们的机场WiFi 现在大概有12家航空公司 300架飞机实现了空中上网 一拿手机可以游览天下 今年的日务中央已经明确 就是要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 纳入一榜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复抓紧工作 在这里呢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有能力保证养老保险的 及时足额发放 而且政府公共的报告 这次还明确了 今年还要适度地提高养老待遇 2020年呢 我们将落实总理的要求 基本实现取消省界社会站的这个目标 下一步呢 我们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技术上的 技术上的 管理上的 法律法规上的 完成好这个目标 这是一次啊 实打实 硬碰硬 更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我们要不断地完善市场的监测预警和考核评价机制 特别是要把稳地价 稳房价 稳议期的责任落到实处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防止大起大落 最初未成年人 他们是社会的危害者 同时啊 他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 那么 对于未成年人 因为他们的心智不健全 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特点 所以对未成年人的思考保护 我们国家秉持的是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这么一个原则 贯彻教育 感化 挽救的方针 也就是说 对罪错未成年人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要实施教育 感化 挽救方针 对他们要严惩 严管 但是又要厚爱 宽容 但不重用 我们的思想呢 叫做 从源头上欲罚 从根本上制 从制度上发力 从突出问题突破 那么经过综合治理啊 可以这样讲 这个学校安全问题呢 有了明显的开关 我给大家报个数 我们现在这个中小学幼儿园有86%以上 都已经配备了保安员 百分之七十以上 它这个安全防范体系建设 达到了国家建设标准 那么今年呢 我想有几项工作要重点做好 一就是抓住重点领域 特别是食品药品 儿童老年人用品等重点领域 第二是要依法严格的监管和实行最严厉的惩罚 要在这方面 创新节制度 比如说 巨额赔偿制度 巨额惩罚制度 内部举报人制度 还有一项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要 没收和全部销毁 假冒被我们发现的假冒伪劣产品 使得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 付不起的成本 今年我们是把打击器辣骗马 作为我们医保工作的头等大使 我们要坚决维护好医保基金的安全 绝不让医保基金成为新的唐生肉 如果今天不减负 明日负担重入山 负担重入山 孩子不能健康成长 我们的学生会不高兴的 学生不高兴 这叫什么呢 学生不高兴 就是宝宝不高兴 宝宝不高兴 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们要吃之以恨的治理下去 不获全胜 绝不收手 中国足球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我们也很着急 我们工作呢 应该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这里面原因啊 跟这个我们的足球管理体制机制 这个完结啊 有直接的关系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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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